保持統一的音色 或者問自己你想要的是A線、D線、G線還是C線的音色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這個音色 或者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在哪裏你去轉過另一種音色 多點用音色去決定那個把位 不要整天只用一把位 你用一把位的時候很多string crossing 你一做了的時候你的音色就斷了 你的音色不統一 你要記住這個是我們弦樂的一個優點 跟其他樂器不同 它不會有這個音色的分別 但是在弦樂上面是很明顯 你用一條最幼和最粗的一條 其實已經是兩種不同的音色 那即是等於什麼 即是你拉一件樂器裡面 其實好像有四樣不同的樂器 所以這個是好處 我們有很多變化 但不好處就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想過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這種音色的時候 是很不協調的會 你本來是很低沉的一把男聲 忽然間因為你覺得用一把位舒服一點 你去換了旁邊的那條線 但是別人不應該是這樣的 是不是 其實不是真的那樣 只不過需要你想的時候 你想多一步或者想多兩步 給一些心思 看看怎樣將一句拉到似人的聲音 什麼時候出A線的聲音 什麼時候出D線 出G線的聲音 你應該要這樣想 唯有是這樣想 那首歌才有趣 如果不是你純粹只是為了 容易D拉到一些音 所以全部用一把位